对食菜户,使用工具,同性恋,古代女人如何解决生理需要?古人女人如何避孕呢?唐代公主为何爱出家当尼姑? 在中国古代,女同性恋多称为魔镜,由于相互以撕磨或抚磨对方身体得到一定的性满足,有同样的身体结构,像是在中间放置了一面镜子而在撕磨,故称魔镜。 那么,古代女人如何解决生理需要呢?古代女子的规访有什么秘密?唐代公主为何爱出家当尼姑?这里是瑞丽史,订阅我,瑞丽史带你研读趣味历史。 古代皇宫中寂寞的宫女 得不到满足,宣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。一是和太监结成挂名夫妻,介意得到感情上的安慰,这种情况叫做对食或者菜户。 二是以手或工具自行解决,三是搞童性恋,女童性恋多称为魔镜,这在古代的春宫画上有一些记载与描绘。 和无数身处深宫之中的宫女一样,古代寺庙道观中的尼姑道姑也有着同样的遭遇。 唐宋之时,皇室中的贵族女子出家做尼姑,当道姑的特别多,其中浓妆艳魔,喜娇宾客,放荡挑打的不在少数。 历史上最有名的女道士,当属唐玄宗李隆基的妹妹玉珍公主,由于她是当时最有权势女人,竟然致使李白,王伟,两位唐代著名诗人为,演绎出了争风吃醋的连环大戏。 为何不做公主,做道姑,有助官于外,或是房贤八个字颇能说明了问题的实质,公主们住在宫里,不论干什么都毕竟不方便,而在宫外当道姑,情况就不同了。 唐玄宗为了迎娶儿媳,杨玉环入宫,开始时不得不掩人耳目,把儿媳妇送进道观,当上一名女道士,道号玉珍,这样她们便可以在道观中。 深不知鬼不觉地频频优惠。 古代寂寞中的女子,搞同性恋也是她们性宣泄的一种选择,由于宋,明之后,女人们受以存天理,灭人欲为核心理论的影响和限制。 女同性恋是不得已而为之,有些民间妇女的同性恋是受心理变化,传统风俗的影响,完全是自愿而为之,这种同性恋就稳固得多了。 尼姑和道姑居,三姑之首,更是古代社会中的男子公鸡,污蔑的对象。 在许多古代小说中,尼姑庵,女道观向来被描绘成养汗淫乱的场所。 人们通常认为尼姑,道姑进入一般人家的闺房,不是送春药,就是拉皮条,或是搞同性恋。 有首诗说,断俗入禅林,深情心不清,夜来风雨过,疑是叩门声。 就是说,女初家人与人私通的情况,很多野史都描述了男子进入尼庵,被一群尼姑拖住不放,日夜轩隐,轮番大战,最后虚脱而死的事情。 还有不少民歌民谣,都有嘲笑和尚,尼姑私通以及女尼,和道姑性混乱的内容。 实际上,古代女子削发为尼,或为道姑,有许多不同的原因,一种人是真心皈依教门。 恪守戒律,那此一生,这是多数,另一种是为生活所迫,以尼安,道观作为一个归宿,或一时的栖身之地,如有些继女年老色衰,或为人所弃,无路可走,就去做尼姑,道姑了。 第三种女人不过是把出加入尼安,道观作为一种实行性开放,性自由的手段而已。 唐瑞宗的金仙公主,玉真公主,也是以为祖母武士祈福的名义,出家为道的。 两位公主出家后,分别成为金仙观和玉真观的主人,这两位公主虽然终身未婚,但有关她们的绯闻,却总是层出不穷。 更令人称觉的是唐代有一部分女道士,还带着一点娼妓性质,她们在替人做法师的时候还得工人侠玩。 上之所好,下之所去,在礼堂最高统治者的影响下,社会上淫义成风,无论是官府迎来送往,宴兵典礼,还是官员们聚会吟师,游山玩水,都少不了,以祭乐助兴。 于是官纪迅速崛起,官僚贵族们普遍续养家计,白居易黄金不惜买额眉,简得如花三四只之诗句,便是对唐代这一世风之真实写照,而且白居易也亲自身体力行,晚年在自家续继过百。 中日日歌不休 唐代的事迹十分发达,规模可观,如长安的平康芳,是有风流守则之艳称,从史料及唐诗中可以看出,唐代的官吏,文人,学子大都不拘泥于礼法, 经常出没于祭馆青楼,还常用艳师心词来描绘自己侠迹之风流运势,连许多大名鼎鼎的文人默客也是那烟花柳相之常客。 唐人对女子婚前真操并不十分计较,失身而又另嫁,也是为常事,婚前性行为,婚外恋较为普遍。 那么,古代女子闺房有什么秘密呢? 1. 古代女人上衣是肚兜 那她们穿内裤吗? 古人说的衣裳,上半身为衣,下半身为长,长有点像裙子,说白了就是快遮羞布,直到春秋时代才有了裤子。 后来,女性月经时会多穿一条旧裤子在内,避免弄脏外裤,慢慢的男人也效仿,逐渐演变成今天穿的内裤。 2. 古人通常多久,洗一次澡,她们用什么来洗头呢? 3. 古人比我们想象中讲卫生多了,早在先秦时期,古人便三日一洗头,五日一沐浴,到了汉代,还出现了休暮,就是说官员们上了五天班之后,能专门休一天假来洗澡。 3. 古人女人刮出体毛吗? 比起她们与时俱进的高智商,中国的女人在刮出体毛上可没什么进化,事实上,很早之前古代女性就推崇将眉毛剃掉,再用黑色颜料画眉,没错,黑泽明的电影乱理的女人喜欢把眉毛搞成一小点,就是失从中国先人的成果。 除此之外,古代女人们还流行缓面,就是用线除掉脸上的细毛,都说只有男人爱面子,看来并非如此。 4. 古代有女童性恋吗? 在中国古代,女童性恋双方相互以撕磨或抚磨对方身体得到一定的性满足。 也有一人女扮男装,在腰间机一甲洋具和对方进行互动的,古代女童性恋多发生在后宫,因为宫女们接触的男人只有皇帝和太监,在男性不足的情况下,宫女只好自行内部消化。 5. 古代女人是如何化妆的? 涂质抹粉是女人从古至今从未改变的爱好。 古代女人最常用的三样法宝是,带粉、妆粉和胭脂。 带是一种黑色矿物,把它先磨成粉在河水,可以用来化眉。 妆粉就是现在的粉饼,胭脂是古代的口红,原料是一种叫红蓝的花朵。 与妆粉调合后,也可当腮红使用。 6. 古人整容骂 古人相信身体发肤,受制父母,所以,古人是不会像现代人那样,主动在自己的身上动刀子的,以前的战争,很盛行割掉战俘的鼻子。 因此,古人研发出一套鼻子的再造手术,就是将手臂割开一个缺口,将手臂固定在受伤的鼻子上,等两边的伤口愈合,再从手臂上挖掉一块鼻子大小的肉,来当作新鼻子。 7. 古人女人如何避孕呢? 8. 古人没有保险套和避孕套,那如何过去的青楼女子,也会服用一种含有舍香的粮药来避孕。 不过,效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,为小宝八成,就是他妈避孕措施没做好才蹦出来的,甚至还有人喝剧毒水银,避孕呢,在古代宫廷,皇帝如果不希望他的妃子怀孕,会命令太监把那女子倒挂起来,用葬红花来清洗下体,当然,多数古人不会刻意避孕。 8. 古代没有卫生巾,女人来月经了怎么办? 古代女人最常用的是月经布,月经不是一根长布条,用于大姨妈来使,紧紧包裹下体,但是,由于古代妇女参加体力劳动比较频繁,所以依然难免见红。 此外,因为中国向来崇尚节俭,使用过的布条还是会经过清洗后重复使用。 9. 古人女人如何减肥,有丰胸的偏方吗? 比起现在五花八门的减肥药,古人的办法就简单多了,比如用喝茶来减肥,不过,古代的老百姓难得大鱼大肉,一天到晚都得肝又虫又累的活,哪还胖得起来? 9. 古人封胸的方法比较自然,比如运用红豆和黄豆等食补的方法来达到封胸的效果,此外,古人认为学到按摩也能助长胸部汹涌。 在后宫,宫女们接触的男人只有皇帝和太监,太监是没有性能力的,而皇帝只有一个,在这种情况下,宫廷女性怎么办呢?有人逃走。 如古人笔记中曾记载有一年真摘欧旺日,唐忠宗和皇后威复出宫,在世上徜徉游览,一批宫女皆淫奔而不返,还有女性自叹薄命,以自杀了此余生,如隋阳帝时的侯夫人。 正如明,清的南风盛行一样,广东顺德也有许多残女不嫁,愿终生为处女的风俗,她们被称为老姑婆,同住一起,居住的地方叫姑婆屋,由于传统上养蚕丝之地被视为圣洁之所,男子是不可进入的。 因而姑婆屋也不准男子进入,这些残女互相结盟,滴血违约,永不外嫁,她们结拜为姐妹,亲如夫妇,获福与共,终生不渝,她们结盟的仪式称为舒启。 举行这种仪式时,像新嫁娘出嫁一样,将做姑娘时常留的大辫子,舒成蝶的发型,到寺内神前,当重杀公鸡喝血,拜神发誓,凡事经过舒启的女子。 一切婚约均属无效,而男家也不能强娶,但男家可以索取与要求赔偿聘金和重新订婚的费用。 这费用就由那对结拜姐妹,共同负担,清拜类抄中还记载了清末民初的上海有所谓魔境党的组织。 这是一个女童性恋的团体,该书第38卷《红奶奶与妇女逆云》,户记有红奶奶者, 以其名,居公共租界知恩庆礼,为上海八怪之一,所辖之男子绝少,而妇女宇之逆, 苏所谓魔境党者事业,红为之魁,两女相爱,较男女之狭逆为甚, 因度而争之事实有之,且或以性命相搏,乃由红为之判断,党员唯为从命,不敢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